了解那個SEQUAL語法的話 其實你就在這個關鍵字上面打一個SEQUAL教學 那大概第一個第二個這邊都有一些那個SEQUAL的教學 比如說你要新增一筆資料的話 這邊就有SEQUAL INSERT INTO 他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比如說 INSERT INTO你的那個這個這個 他有參考的STORE INFORMATION 然後欄位名稱這個是資料表名稱欄位名稱 那你要填入的資料 那你前提是必須有建立一個資料表 那一次可以參考一下相關的說明 那我們建立完畢之後的話 比如說我剛剛這個地方 我已經建立好一個新的資料表 那我的資料表就是這五個欄位 欄位名稱的話分別是這一些 那你可以把這個欄位名稱 看要不要再縮短一點點 因為欄位名稱呢 有時候太長 反而你在下那個指令的時候 也會容易出問題 還有就是欄位名稱有的時候 可能要考慮一個問題 就是說語系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給他中文的名稱 欄位名稱的話 也有可能會在不一樣語系的 這個環境底下會產生問題 所以當然還是建議你用英文的 比較不容易出問題 那你練習的話當然OK 但是將來你們在實際上操作的時候 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這個英文的名稱 那如果你頂多要描述一下 你可以把這個本來的中文名稱放在後面的描述 當成註解 這樣也可以比較方便了解 那再來的話呢 查詢部分的話呢 我剛剛講過 使用設計檢視建立新查詢 然後呢 再切到那個什麼呢 seql檢視 seql 這邊有個seql檢視就可以 那在這裡的話 我填入什麼呢 填入我要的語法 那我這個語法已經key上去 insert into 這地方我想 這個也還是稍微要替一下 這個也沒有更快速的方法 後面的話